近期在麥當勞和人氣動漫獵人合作推出的聯名周邊就在今天上午開始 可以賣三十萬個獵人角色的盲卡包 一大早各家門市就湧性排隊人潮 就有外送員到素食店想要來取籤 電視看到店外的排隊區域已經擠滿人潮 因此也讓這一名外送員忍不住驚呼 看到這樣的人潮大概只能轉單了 我其實官方在昨天就說了 這獵人卡包是有專屬櫃台 不會影響到一般點餐 而說到今天呢 同樣很夯的還有這泡泡馬特 西美市領口有間凹累在今天試營運 但是門外從昨天開始大排長龍 就因為最近熱門的超流玩具泡泡馬特 也要來發行限量商品 也因此看到大批的大牌阿公阿嬤全出動了 只不過插隊中途離開 或者是亂丟垃圾乱向平傳 甚至還跟其他民眾吵了起來 雨中撐著傘 但交不惜排隊民眾的怒火 原來林蔻新的Outlet 二三號市營運 潮人氣潮完 泡泡馬特也進駐 還發售限量版商品 帶排大軍聞風而來 卻喊其他民眾爆發衝突 在阿姨從昨天晚上的九點消失到今天早上七點 我直接躺在這個地方然後點雨睡覺 然後這個阿姨就說他旁邊躲雨 他要讓房間有請 他就是要自己他的主人 來的連舉但是他們來勸說 但是阿姨不離開 講到幾八道專會 因為冒雨排隊一整晚還睡在地板上 早上準備進場 卻突然被解壓縮 而且看看這人籠一路排到隔壁停車場 有爭議的情況還不止一見 或許是帶排時間實在太長 阿公阿嬤互相幫忙打掩護 讓一旁民眾氣炸 據說這些帶排長輩 實行一百八十元到兩百五十元 而泡泡馬特有的商品限制購買 一個會員三個月才能買一次 一早更有民眾募集 雇主來發手機 給帶排阿公阿嬤好買到限量商品 工作人員再三強調小時太久會被請走 但還是有不少爭議發生 隊伍前進後不少睡覺紙板被留下 清潔人員每繞一圈就得幫忙收垃圾 亂象平出 而第一名排隊的民眾則是昨天早上 就到場力求雨勢無爭 二十二號昨天早上十點十一點左右 無上限就是 就是看因為很限量就不知道能買到什麼 賣得很誇張 可能就是有個三五倍這樣子 對啊 泡瓦特超強吸盡力 現在網路價格超到三五倍 難怪出動帶排部隊也要買到 只是其他民眾面對亂象 想維持熱情實在不容易 記者要學學黃之傑才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